所以修佛 我们一定要记住 经教一天都不能离开 离开经教 你保不住自己 你肯定被环境影响了 肯定被环境俘虏了 因为今天的环境太复杂了 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 明文立扬的诱惑 才是明里的诱惑 你能够跌得住 除了天天天经 天天读经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没第二个办法 闭关不行 住身也不行 还是会胡思乱想 尤其现在 再高的人还能收看电视 电视是第一号的污染 所以 一知善知识 不离开善知识 这是最聪明的选择 善知识就是今天 展开经眷 如对佛菩萨 我们今天展开无量寿解 面对着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面对着诸大菩萨 下联就老菩萨 花脸做老菩萨 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 就凑不了了 一天不停经 一天不读经 就跟他们没见面了 三天五天不见面了 心就变了 就会动摇了 你说多可怕 所以经典跟阿弥陀佛佛号 是我们的护身符 决定不能离开 我这个六十年能保得住 天天都进 不能不读 为什么天天讲 你不读讲不出来 我用这个方法来 破我的懈怠懒惰 懈怠懒惰也是人都有的 通病 怎么对质 对质的方法就是上台相见 你天天也讲 你要没有充分准备 你下不了台 用这个方法逼自己 六十年了 还是这个方法逼自己 年轻时候 我在这个四十多到五十多 那个时候 经历 很壮啊 一个星期 而一天呢 不是讲四个小时 一天差不多都五六个小时 我那个时候记得好像 一个星期是三十多堂库 在美国 在美国那么多年 因为美国环境 跟中国不一样 工作非常忙 非常认真 只有星期六 星期天 休假 他们工作是五天 那我们在那边 那我们在那边 讲经呢 只有利用这两天 这两天 通常呢 至少是六个小时 最多的是九个小时 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三个小时 晚上三个小时 那时讲经 我是站着讲 不是坐着的 同学们坐着听 我站着讲 站着讲三个小时 这当中休息吃饭 年轻人 有体力了 平常几天不讲经的时候 充分准备 而不用这个方法 来逼自己的话 自己不会成就 我们去讲经的时候 老师 祝福我们 告诉我们 讲经不能中断 中断就会退转 一个星期 至少要讲两个中断 老师 给我们规定的 我自己觉得 两个中断不行 我会退落 会退转 我以后固定的 自己的时候 一天至少要讲两个中断 不可以少过两个中断 天天不间断 没人听那怎么办呢 没人听的时候 我用 那个时候没有录音 有录音 磁带的 那种录音机 我买了个录音机 我对着录音机讲 讲完之后 我自己来听一遍 旅行都不休息 在旅馆里 我对着录音机讲 我是这个笨方法 学出来的 很有效 你不用这个方法 肯定会背 环境任务 我五十多年 不看电视 不听广播 报纸 杂志 统统不看 不但这些东西不看 一般的书不看 人家有人送书给我 我第一个一看半卷 我看书的习惯 首先 先说哪里 看半卷页 如果它上面写了 半卷所有 翻印必旧 我就不看这个书 所以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 不看就不看书 这个人心量太小 自私自利 小心量的人 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你看中国的古类 都是 无有半卷 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 量大复杂了 量大智慧大了 你看这些人东西 那么能得好处 你心量那么小 你看他干什么 你浪费我们时间 时间太宝贵了 古人留下的奠基 我们一生都看不完 这是调剂中 15度 学佛之后 几乎全部都是佛书 尤其是 必须要读 我学习这一部书的参考 奠基 古大德的著书 我到台中 跟李老师学了印记 年年当中 我收集令人经的诸籍 二十多种 老师都感觉很奇怪 不够思议 这些东西好的 你从哪里找来 那真的 张家大师讲的 《富士文中有求于一》 《心强四成》 我想到那部书 哪一个祖师大德注的 大概一两个月 就有人送来 恨不可思议 这有一套书 我想的时间最长 《中观论书》 六个月 半年 达到了 这是最长的 有求必应的 我需要参考这种心 没印大概是 佛菩萨认为就没有必要 我也就不想了 除这些之外 明文立养是从来没想过 每一天我就 吃饱了 穿暖了 睡觉睡得很好 这就非常幸福了 这个就是方老师讲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每一天跟佛菩萨 跟圣贤人在一起 你顺利多幸福 还有比这个更快乐 更幸福的事情吗 没有了 所以人生最高的享受 人人都有份 只看你自己 愿不愿意求 你愿意 真能得到 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委呗 等我